穿越成恶毒女配 系统让我狠狠羞辱狼人男主 心领神会 我抬手准备给男主一巴掌 错估身高 巴掌狠狠扇在了男主的胸肌上 系统一脸纯真 宿主好棒 男主耳朵都被气红了 后来 在系统的指使下 我把男主绑在椅子上推倒 光脚踩在他的尾巴上 十一道 你确定这是羞辱 系统语气坚定 当然了 你看他都红温了 连呼吸也加重了 一看就气得不轻 我点头 踩的力道更重了 殊不知 人类的力气在狼人面前 微乎其微 脚下男人突然闷哼出声 被我踩爽了 你 再次恢复意识 我已经附身到温帆身上 而男主将一正 半跪在我面前 给我穿鞋子 随即起身 看着我的眼神 泛着寒意 温小姐 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在脑海里问系统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系统开始翻书 等等 这本书我还没看完 等我看到再告诉你 我直接懵了 都说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连系统也这么水吗 系统可怜兮兮 我也是第一次当系统 这本子最难带了 前辈都不敢接 才扔给我的 宿主 你先自行发挥 等我找到了就告诉你 救命 这是什么傻白甜系统 没办法 我只能环顾四周 最后拿起一杯水 狠狠泼到江义脸上 男人低着头 看不清神色 只感觉周身气场更冷了 水珠顺着他的头发 喉解往下 我瞬间看呆 江义的白衬衫 呈现半透明贴身状态 若隐若现的胸肌 快蕾分明的腹肌一览无遗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不愧是瘦人 身材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系统提醒我继续 我立刻清醒 不行 不能被美色迷惑 站起身 准备给江义一巴掌 错估身高 巴掌直接打在了江义 饱满的胸肌上 一声脆响 所有人都沉默了 我发誓 自己绝对不是故意的 要怪只能怪江义长得太高了 圆主一米七的身高 站起来也指到他的胸口 系统一脸纯真 宿主 你太棒了 男主耳朵都被你气红了 抬头一看 江义的耳朵确实很红 像冲了血一样 我疑惑 这是气的 系统点头 鼓励我多打几下 狠狠羞辱他 我抬手准备打第二下 很快被江义抓住 男人声音低哑 别闹 奶奶还在医院 我得去看看他 说完 不等我开口 江义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他第一次 没有圆主准许 自己离开 背影看起来 甚至有些狼狈 二 江义口中的奶奶 是他唯一的亲人 要不是为了给奶奶治病 他不至于如此贫穷 也不至于沦落到 被圆主包养的地步 而我的任务 就是做好恶毒女配的角色 在江义贫穷的时候 狠狠羞辱他 把他当狗一样使唤 激发他努力奋斗的意志 等到三年后 他成为商界之手遮天的大佬 圆主家族破产 再回来舔他 当好他和女主林晚 感情升温的垫脚时 听起来确实很脑残 但我必须完成 只有这样 才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找到了 系统的声音换回我的思绪 他终于找到后面的剧情了 接下来你要狠狠打江义的耳光 说他是你的狗 只能听你的话 这么重口味 系统贪手 没办法 书里就是这么写的 只能任命去找江义 把刚才没打到耳光 没说的话补全 三 等我找到江义时 他正被几个同学围堵 几人都在嘲笑他 说他是恶心的兽人 还是吃软饭的小白脸 江义拳头握紧 手上轻轻凸起 却没有动手 在原主的记忆里 这几人家里都是非福吉贵 只要江义敢动手 他奶奶明天就有可能 被所有医院拒手 系统告诉我 别看他们几个现在高兴 等男主崛起的时候 一个个死的可难看了 毕竟这冰胶男主 还有一个特点 非常记仇 我问系统 这里我有什么任务要做吗 系统摇头 原剧情理 这段没有描写到宿主 所以你是自由的 话音刚落 我直接站起身走出去 我以前在学校 也遭遇过校园霸凌 所以最不能忍受的 也是这个 一个男同学正用手 拍着江义阴沉的脸 长得倒是挺帅的 难怪温姐会看上你 只可惜 话还没说完 我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把人踹到地上 跌了个狗吃屎 其他人转头见到是我 原本愤怒的神情 全部转化为错愕 温姐 你今天不是没课吗 怎么也来了 我瞥了几人一眼 几步站到江义前面 谁准你们欺负他的 不是你吗 温姐 躺在地上的男同学哭喊道 其他人纷纷点头 我原本帅气的冷脸 瞬间僵住 系统补刀 确实是你 宿主 转头看向江义 他平静的面旁 也在无声说着 他知道是我 不行 不能尴尬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的 清了清喉咙 江义现在是我的人 你们以后 谁也不准欺负他 几人面面相去 知道我是认真的 立刻扶起地上的同学逃跑了 毕竟他们虽然有钱 但谁都没有原主家有钱 江义愣愣地看着我 似乎没想到 我会为他出头 系统不断提醒我 宿主 走剧情 走剧情 我心里硬下 为了避免早上的乌龙 我让江义蹲下来一些 伸手打了他一巴掌 恶狠狠道 江义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所以也只能听我的话 刚说完 我就察觉不对劲 因为江义脸上的骨头 实在太硬 打完我手疼得直掉眼泪 最后说出来的话 静带着哭腔 江义看着我通红的眼睛 不自然地抿了抿唇 喉解滚动 最后用粗力的指腹 擦了擦我的眼泪 无奈道 我知道了 你不要哭了 等等 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劲 系统跟着挠头 我也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我说不出来 四 不给我们思考时间 江义接了电话 立刻跑去了医院 原来是他奶奶病情突然恶化 需要立刻做手术 费用高昂 是现在的江义无法承受的 系统又开始疯狂翻书 有时候 我是真想报警 谁帮我换个系统 所幸 这次他很快找到了 按照原剧情 我会主动借钱给男主 然后要求他陪我一晚 将他绑在酒店房间里 天天凌辱 鞭打 最后再把他像垃圾一样扔出去 让男主自生自灭 系统弥喃着 怎么感觉时间线变快了 我没有理会 直接拿着支票 走到江义面前 我可以帮你奶奶 但你今晚必须来酒店陪我 说完 我便准备好迎接江义 充满恨意和屈辱的眼神 谁知江义只是面色一红 不自然地咳嗽几声 知无道 那个 今天不太方便 明天可以吗 我一愣 怎么跟书里写的不一样 只能继续剧情 不行 必须今晚 江义最终还是答应了 表情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有了钱 江奶奶很快接受了治疗 手术很成功 已经脱离了危险 江义松了口气 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我 怎么感觉故事的走向 越来越奇怪了 这系统确定没带错吗 五 来到酒店 我提前把房间号发给了江义 然后召集好几个壮汉保镖 就等着江义自投罗网 晚上九点 江义如约敲响了酒店房间的门 刚踏进房间 就被几个保镖一起按住 迷晕了过去 为了方便保镖大哥绑绳子 全程都是我抱着江义 奇怪的是 江义明明是晕着的 我却感觉他的身子越来越热 直到最后一步 我们用手铐把江义的手 束缚在身后时 江义正好醒了 眼底没有惊讶 异常的平静 系统都不由赞叹 不愧是男主 都到这时候了还临危不惧 要不说他能成功呢 我表示认可 江义面色微红 你喜欢这样的 系统 宿主 别管他说什么 直接脱了他的衣服 把他推倒 用脚狠狠踩在他腹肌和胸肌上 我听了系统的话 用力扯开江义的衬衫 感觉到他呼吸加重 热气喷洒在我脸上 等到真正看到江义健硕的身材后 我还是忍不住感慨 女主未来吃真好啊 把江义放倒 我一脚踩在他的胸肌上 江义的脸更红了 几乎蔓延全身 啪击一声 江义的狼耳朵和狼尾巴 全都冒了出来 系统惊喜 宿主 太好了 狼人的耳朵和尾巴 可是最脆弱的地方 只会出现在自己的气子面前 现在被你看到了 江义一定觉得屈辱极了 你快用脚踩他的尾巴 我迟疑 你确定 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 狼人的尾巴是他的第二根 系统语气坚定 当然 你看他都红温了 连呼吸也加重了 一看就气得不清 我看了一眼江义 他现在看起来确实很痛苦 像是在隐忍着什么 听从系统的话 我把脚踩在了江义的尾巴上 甚至加重了些力气 感觉到脚下的人身子猛的一颤 闷哼出声 我担心是不是自己太用力 抬脚准备移开 一只大手猛地抓住我的脚踝 是江义 他什么时候解开手铐的 六 他将我的脚重新按回自己的尾巴上 面色朝红 反反 别走 再用力点 我顿时脑袋空白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这根本不是受羞辱时的表现 耳边是系统的惊呼声 糟糕了宿主 我忘了今天是月圆之夜 是狼人发情的日子 而且我刚才看漏了一部分 书里写的不是光脚 而是要穿高跟鞋踩才有效果 后面的话 系统说得越来越小声 好好好 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告诉我 没等我反应过来 江义已经将我扑倒在床上 疯狂稳住我的唇 无论我怎么推都推不开 江义 你冷静点 刚说完 唇再次被他封住 长驱直入 肆意掠夺 我第一次发现 江义的手这么灵活 抗拒的力气慢慢变小 身子逐渐发软 我就这样被江义折腾了一夜 气 再次醒来 江义正窝在我怀里 毛茸茸的耳朵 无意识地蹭着我 尾巴紧紧圈在我的腰上 慢慢解开束缚 我揉着腰下床 慢悠悠走到浴室 刚洗完澡穿好衣服 系统就出现了 他语气仿佛要哭了 宿主 还好你没事 担心死我了 我没好气到 你还好意思出来 出事的时候 跑得比谁都快 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规定 不能窥探宿主的隐私 所以 昨天我们的连接 自动断开了 现在才接上 解释还算充分 暂时原谅他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系统思考了一下 或许 这也算是 另一种方式的羞辱吧 听到这话 我只恨不得 把手伸进脑子里 暴揍系统一顿 昨晚如果真要说 有人被羞辱 那也是我被羞辱 将一嘴里温柔哄着 动作却像野兽一样 又重又狠 根本不知道停 我差点就被他弄散架了 可是系统下一句话 却让我改变了想法 月圆之夜 自己的第一次 被最讨厌的女人夺走了 这怎么不算羞辱呢 我准备开骂的动作一顿 好像也有点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 只要继续剧情 赶紧逃走就行了 说干就干 我收拾东西 准备逃跑 再去床头柜拿手机时 看到了将一背上 好几道长长的抓痕 昨晚我似乎也没有饶了他 心里愧疚 我把钱包里的钱都拿了出来 放在将一旁边 这些应该够他支付奶奶后面的医疗费了 不再留恋 我拿好东西 头也不回地跑了 为了防止将一找到我 我当天就订了出国的机票 等看到将一的来电提醒时 我已经在机场准备登机了 我没有接 直接关机 把手机卡扔进了机场的垃圾桶里 爸 在国外定居了三年 这三年里 我尝试想要避免温家破产的剧情走向 可是 无论我怎么努力 最终 温家还是破产了 而我那个一年前订婚 没见过几面的未婚夫 也因为我家破产 和我解除了婚约 这让我明白了 这个世界的剧情是没办法改变的 就像温家注定会破产一样 将一注定会爱上女主 而我这个恶毒女配 只有乖乖完成剧情 才能获得回到原来世界的机会 所以三年后的今天 我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 还好 在知道温家会破产时 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存钱 不敢存太多 但也足够我在这里生活几个月了 安顿好的第二天 我穿着正装 来到了江易公司 这些年 我虽然在国外 但也时刻留意着江易的动向 在我离开后 江易办理了退学 和几个朋友开始创业 没有了奶奶生病的顾虑 她做启示来更加有魄力 再加上她自身的能力 公司很快崛起 现在已经成为商场上炙手可热的存在 而我今天是去江易公司 面试总裁助理的职位 早在回国前 我就已经给他们公司投递了简历 系统告诉我 按照剧情 江易不会参加这次面试 也不会录取我 但我会在离开公司时 和江易在电梯碰面 让她知道我回来了 为后面对她死缠烂打 做好铺垫 这三年 系统已经把剧情背得滚瓜烂熟 自信满满 再也不用翻书了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现在的她 已经不是三年前的她了 可当我推开面试的门时 里面的场景 还是把我下的当场弄在原地 不是说江易不会参加吗 那现在坐在正中间 冷冰冰看着我的男人是谁 就 系统 你他妈又耍我 系统重新达出书 快速翻页 不可能 我不会记错的 里面明明说 江易不会参加这次面试 而且正常来说 一个普通助理的岗位 怎么可能需要大老板亲自面试 我也觉得系统说的有道理 但此时此刻 江易确实坐在我面前 目光幽深地看着我 没办法 我只能根据剧情写的 第一次重逢场景来演了 手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眼眶瞬间变红 我带着三分委屈 四分眷恋的眼神看向江易 男人没有任何异样 只是淡淡一开目光 一副不认识我的模样 现在的他 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 退去大学的青涩 江易身上散发着 属于成熟男人的魅力 周身气场更加强大 让人下意识不敢靠近 面试重归重局 江易全程没有说话 直到面试快要结束时 他才冷漠开口 看温小姐的简历一直都在国外 为什么会选择回国发展 我眼眶立刻又红了 天知道我在桌底下 掐了自己几次大腿 为了一个人 我曾经抛弃过他 现在想把他找回来 江易动作一顿 抬头冷冷扫了我一眼 这样的理由是进不了江市的 我心里默默翻白眼 我本来也没打算进你们公司 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 HR尴尬笑了笑 表示今天面试到此为止 有消息会通知我 出了会议室后 我常常说了口气 不得不说 现在的江易压迫感实在太强 我都有几分现实世界里 射出面试的感觉了 问了别人洗手间的位置 我打算去玩洗手间再走 却在里面听到了 刚才HR的对话 我听同事说 江总今天亲自面试了 是啊 我也奇怪 昨天江总拿到应聘者简历后 半夜打电话 跟我说要参加今天的面试 吓得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江总今天心情都变好了 刚才小李报告上写错了数据 他都没骂人 后面的话我没再听 心里只想着 江易突然参加面试 难道是为了我 是 很快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江易现在心里肯定恨极了我 怎么可能会想见我呢 男主是女主的 我只是恶毒女配 一定要时刻记得自己的位置 要不然后面受苦的只能是自己 原本以为 江易参加面试 只是剧情上出现了小错误 没想到第二天 更大的错误出现了 我居然被录取了 相比于我的震惊 系统直接破防了 他这三年那么辛苦被剧情 现在全部被江易毁了 后面会发生什么 连他都不知道了 现在的他只觉得 第一次当系统就遇上江易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我急忙安慰他 就算这样 我也会做好恶毒女配的职责的 系统无奈点头 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 你注意一点 别把男主调成撬嘴了 昨天洗手间的话 系统也听到了 我尴尬的笑了笑 我们都不知道 江易现在到底想干什么 十一 到了入职时间 我准时来到江易公司报道 没想到 带我的人居然是灵满 本书的女主角 一切美好的代名词 她现在也是江易的助理 书里描写 她未来会治愈江易内心的创伤 成为她唯一的救赎 在赶走我这个恶毒女配后 两人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按照剧情走向 现在两人还在暧昧阶段 林婉跟我介绍了公司的大概情况后 便把我带到了总裁办公室 今天的江易 穿着我最喜欢的白衬衫 上面开了三个扣子 隐约可见 喉结下好看的锁骨和精壮的胸肌 连林婉进去时也微微愣了一下 我没忍住多看了几眼 难怪女主会动心 每天在这样的场景下上班 谁看了不喜欢啊 江易知道我们进来 连头都没抬一下 看着手里的文件淡淡开口 一个助理而已 不用什么都跟我报备 此时的我觉得她多少有点装了 穿成这样不就是为了勾引林婉吗 人来了还故意装作一副冷漠的样子 此时不作妖 更待何时 我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表情 深情款款看着面前的男人 江易 我想你 江易翻页的手一顿 脸上面不改色 我却清楚看到她的耳朵红了 林婉瞬间睁大眼睛 目光在我和江易之间流转 样子不像难过 反而更像是吃到什么不得了的惊天大瓜 不管了 我上前一步 难道你不想我吗 这次 江易耳朵更红了 隐约有蔓延到脸颊的趋势 抬头看了林婉一眼 还在强装镇定 上班时间 不要说这种话 起身准备离开 和我擦架过时 我立刻脚一扭 爱一声向江易方向倒去 江易下意识把我抱进怀里 头直接撞进她饱满的胸膛里 我发誓 绝对不是我故意占满主便宜 是江易把我的头按进去的 我闭上眼睛 等着江易用力把我推到地上 然后跑出去追林婉 偶像剧的经典桥段不就来了 可是预想的疼痛没有传来 双脚离地 感受到熟悉的怀抱 江易直接将我抱了起来 我急忙睁眼 等等 林婉跑了 你不应该去追吗 江易眉头一皱 我为什么要去追她 现在这种情况 她确实应该回避 没等我想明白江易话中的意思 她直接把我放在了她的办公椅上 这椅子是我能坐的吗 我想站起来 又被她重新按了回去 坐好 脚扭了还这么多安分 江易就这样半跪在我面前 脱下我的高跟鞋 白皙的双手握着我的脚踝 轻轻揉捏起来 指负传来的温热 弄得我心痒痒的 系统 你还在吗 我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的场面实在太过炸裂 我需要支援 系统生无可恋的声音传来 能怎么办 完备 谁能玩过你们俩 你们好好过 我先找棵树吊死 就这样 系统单方面和我断了连接 无论我怎么叫 再没人应答 低头看向江易 他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解开了第四个扭扣 此时领口大开 我从这个角度看去 将他衬衫下面的好身材 一览无遗 我感觉自己被勾引了 可是我没有证据 就在我被江易的好身材 夺走思绪时 身材的主人忽然开口 声音闷闷的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江易神色冷了几分 我才想到 刚才自己说想他 心虚的笑了笑 就是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江易冷吃 难得温小姐有了未婚夫 心里还想着我这个旧情人 是想让我当小三吗 温凡 你做梦 未婚夫 原来江易知道 我曾经订婚的消息 却不知道 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 下意识想要收回脚 却被江易死死抓着 不肯放手 他这是什么意思 一边放着狠话 一边又温柔地给我揉脚 我尝试沟通 江易 我知道你现在有了喜欢的人 不想让我破坏你们 我明白的 江易抬头 喜欢的人 你不用瞒着我 我知道你喜欢林婉 害怕我破坏 话还没说完 男人忽然起身 扼住我的喉咙 眼尾发红 重重吻了上来 十三 怎么回事 刚才不是还说不做小三吗 怎么又吻上了 我想后退 江易一只手 扣住我的后脑勺 强势加深了这个吻 身体骤然腾空 我被直接抱到办公桌上 男人微热的气息 喷洒在我耳边 温凡 你可以玩弄我 抛弃我 但不能侮辱我 你难道不知道 狼人一辈子 只会有一个妻子吗 我被吻得浑身发软 几乎没办法思考 这家伙 技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江易的耳朵和尾巴 不知什么时候冒了出来 尾巴在我手边 不停地磨蹭着 无声祈求我的抚摸 就在我下意识 要去摸时 手被江易抓住 不许摸 此时的他眼眶微红 语气竟带着 不易察觉的委屈 告诉我 三年前你为什么不告别 我打你电话也不接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江易声音微哑 每个字都问得小心翼翼 就像一直埋在心里的问题 终于有勇气问出口了 让我忍不住 有些心疼他 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他 真实的原因 最后只能狠心道 原因重要吗 江易低下头 自嘲笑了笑 确实不重要了 他站起身 没再看我 去了旁边的浴室 再次出来时 已经变回了之前那个 金贵冷峻的江总 我离开时 身后传来江易警告的声音 温凡 以后不要随便招惹我 除非你想被我弄死 十四 缩了缩脖子 我走得更快了 之后几天 我都尽量不出现在江易面前 偶尔见面 也是谈论工作上的内容 所幸江易并没有任何异样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不过我和江易的事情 还是在整个公司传开了 罪魁祸首 自然是看见 我们抱在一起的林婉 没想到 堂堂女主居然是个碎嘴子 后面我和系统一起复盘 纷纷觉得江易或许是 有一些喜欢我了 但这并不符合剧情走向 必须尽快纠正 最好的途径 就是今晚的酒会 这是男女主感情升温 最重要的节点 原主为了生米煮成熟饭 在江易的酒里下药 却被意外出现的林婉壮简 男女主因此有了一夜 从此关系有了质的飞跃 不同的是 原剧情里我是偷偷溜进去的 而现实情况 我和林婉一样 是作为江易的助理参加的 15 一进去 就有很多人围过来和江易敬酒 江易的表情始终淡淡 和过来敬酒的人碰杯 却并不多喝 好不容易见他杯里的酒空了 我立刻把下了药的酒递了过去 脸上带着乖巧的笑容 江总 给你 江易深深看了我一眼 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暴露时 他伸手拿过我的酒杯 在其他人跟他敬酒时一眼而尽 这 喝得也太猛了吧 要知道 我怕他不喝完 要可下的不少啊 林婉今天要遭老罪了 没一会儿 肩膀一沉 江易的头靠了过来 带着淡淡酒味 似乎是头晕了 男人眼神迷离 身子不自觉往我身上蹭 我把他推给了林婉 让他送江易去楼上的房间休息 为了以防意外 我偷偷跟着他们 直到看见林婉 把江易扶进房间才放心下来 心里不免有些酸涩 今天过后 江易应该就不会再喜欢我了吧 一切终于回到正轨 宿主 你是不是有些难过 系统声音响起 我笑了笑 违心道 怎么会 剧情能回到正轨 我开心还来不及 系统轻叹口气 终究没再说什么 任务完成 我准备离开 忽然 砰的一声 身后房门被大力打开 16 林婉直接被江易甩了出来 滚 不明所以的林婉 揉着发疼的手腕 有些生气地走了 嘴里忍不住抱怨 老板这酒品也太差了 所以 江易现在十一个人在房间 忍受着药效发作的痛苦 因为害怕药效不够 我可是下足了药量 他这样 会死的 心里被恐惧站满 顾不得其他 我急忙跑到江易房间门口 发现门被反锁了 只能用力敲门 江易 你开开门 我是温凡 你忍忍 我替你叫救护车 刚拿出手机 房间里忽然伸出一只手 猛地将我拉进去 手机掉落在地面 江易将我重重抵在门上 滚烫的身体紧紧抱着我 耳边是他粗重的喘息声 现在的他已经是兽人模样 全身泛着异样的红 连耳朵和尾巴都是红色 温凡 我应该跟你说过 再招惹我会是怎样的下场 我想逃跑 被江易直接抱到床上 从怀里拿出手铐 居然是我三年前靠他的那副 我就说他记仇 谁会把三年前的手铐 一直戴在身上 江易声音低哑 你逃不掉了 摸摸我的尾巴可以吗 求你 十七 再次醒来 我被江易圈在怀里 男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想退出来些 江易手一伸 又将我抱了回来 距离比刚才更近了 我无奈道 你不睡觉的吗 昨天出力最多的 可是他 江易把头埋在我的脖梗处蹭了蹭 不敢睡 他醒来某人又不见了 表情像极了 害怕被主人丢弃的大狗狗 心里猛个一紧 原来他一直介意着上次的事情 不想再顾虑什么剧情 我捧起江易的脸亲了好几口 在江易受宠若惊的目光下开口 这次我不会走了 我保证等你睡醒后 我还在 如果你不信 可以重新把我靠起来 要是由你保管 卖乖的表情成功把江易逗笑 看来我昨天的药没有白吃 我一愣 所以你知道那杯酒被我下药了 江易点头 你的手法实在太烂 想不发现都难 那你还敢喝 万一是毒药怎么办 这条命 如果你想要 我给你 其实早在三年前 我的命就已经是你的了 看着江易认真的表情 我忽然意识到 他对我的爱 似乎比我想象的更多 这次 我主动吻上江易的唇 他很快反客为主 乖 张嘴 既然不想睡 那我们就都不要睡了 十八 第二天 在酒店浴室 我把事情告诉了系统 两久的沉默后 是系统无奈的叹息声 他告诉我现在事情 确实有些棘手 他需要离开一阵子 跟上级请示一下 我答应了 至于后面 如何和江易相处 全凭我自己的想法来 我也想清楚了 与其因为害怕分开 而不敢在一起 还不如随心而活 好好珍惜 可以在一起的日子 从浴室出来 江易已经让林婉 送衣服过来了 我昨晚的衣服 现在已经变成了 几块破布 根本没法穿 看到我 林婉脸上 闪动着八卦的光芒 仿佛下一刻 就想把这件事 分享到公司的八卦群里 我面色微红 到了血 立刻拿衣服 去房间换了 找不到鞋子 我对着客厅喊 江易 我的鞋子呢 房门被打开 江易已经换上了 司机送来的西装 手里拿着我的鞋子 直接握住我的脚踝 亲手帮我穿鞋 犹如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替我穿鞋一样 看着男人温柔的面庞 我忍不住开口 江易 你不能总这么惯着我 我会忍不住想要欺负你的 江易握住我的手 放在自己的脸颊上 那我就让你欺负一辈子 好不好 虽然不知道 自己可以陪他多久 但在这一刻 我点头了 十九 后来 我跟江易说 自己早就解除婚约了 他不是小三 男人笑着吻了吻我的额头 说他早就知道了 原来上次 我从他办公室出去时 他就派人调查了 下午回到公司 关于我是老板女朋友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 似乎还有人去问了江易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 公司一下子炸了 我刚坐到工位 就有好几个人旁敲侧击 询问我和江易的感情史 等到下午查时间 更是直接在餐桌上逼供 其中林婉表现最为积极 有一次 我们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忍不住问他 做了江易这么久的助理 一眼我就仿佛命中注定般 心跳加快 忍不住想要靠近他 可是这种悸动 在第三天就彻底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江总实在太凶了 一张冷脸 不用开口骂 就已经能把人吓哭 这样我还能喜欢上他 就是脑子有坑 而且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感情稳定 明年就准备结婚了 我问是谁 林婉说了个名字 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 不是男二 也不是男三 林婉介绍说是他的大学学长 从小到大 我一直被家里教导 要成为一个温柔 有教养的女孩 但其实我内心 真的非常喜欢八卦 只有她会支持我的爱好 和我一起凑热闹 在人多的时候保护我 和她在一起 我不需要改变 可以尽情做自己 看着林婉说话时 神采奕奕的神情 我知道她是真的很喜欢 自己的男朋友 真好 谁说女主一定要喜欢男主 她有自己的人生 可以任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20 在江一生日那天 她带我去见了她的奶奶 老太太一见到 我就紧紧拉着我的手 我正准备自我介绍 老太太挥了挥手 表示不用介绍了 奶奶 你认识我 老太太看了江一一眼 开心道 能不认识吗 这小子连钱包里 都放着你的照片 江一不自然地别过脸 耳尖微红 奶奶不再打趣我们 开开心心地 给江一过生日 等到最后许愿时 江一忽然睁开眼睛 看着我 我希望温凡 可以永远陪在我身边 我笑着打趣 傻瓜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可江一却罕见 没有笑 正色看着我 可是我的愿望 只有凡凡可以帮我实现 所以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的 对吗 江一的话 让我怀疑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但我不敢问 没得到我的回复 江一也不难过 重新勾起嘴角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没关系 我一定不会让你离开我 21 我独自站在阳台吹风 江一刚才的话 一直回荡在我耳边 似乎和她相处越久 我就越舍不得和她分开 宿主 我回来了 熟悉的声音 在我脑海响起 是吸桶回来了 她告诉我 经过上集再三斟酌 我在这个世界的终极任务是 激发男主的奋斗意志 然后让男女主获得真爱 很显然 这几点我都成功了 所以判定我任务成功 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且 为了弥补系统 这段时间给我的错误指引 他们给了我一个新的选择 可以选择留在这个世界 和江一永远在一起 这个选择让我犹豫了 在原本的世界里 我没有父母 却有一个拉扯我长大的哥哥 父母离世时 我7岁 哥哥18岁 却已经肩负起照顾我的责任 江一在这个世界还有奶奶 可哥哥只有我了 而且我是为了就哥哥 才出车祸死的 如果我不回去 或许哥哥一辈子 都会活在愧疚里 我能先去看看 哥哥的情况再做决定吗 我问系统 当然可以 我的身体慢慢变得透明 就在这时 江一闯了进来 眼底是前所未有的恐惧 拼命朝我奔来 可是最终我还是消失了 22 我以游魂的形式 看到了久违的哥哥 跟在他身边好几天 知道他结婚了 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家人看起来其乐融融 只是偶尔看到我的照片时 哥哥还是会忍不住流泪 对着我的照片说对不起 如果当时他能快一点 发现闯红灯的车子 我就不用牺牲自己去救他了 其实在看到哥哥 有了自己的生活后 我就已经决定 留在江一身边了 但我还是求着系统 让我进到哥哥的梦里 告诉他 我没有死 只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 现在生活得很好 也有了可以相伴终生的爱人 我会永远在那里祝福他 希望他不要再带着愧疚生活 说完这些话 我告诉系统 我选择留在江一的那个世界 系统常常舒了口气 太好了 你再晚点江一都要把自己折腾死了 没了男主 那个世界可就坍塌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发生了什么 系统直接将我传送到了江一身边 医院里 江一穿着病号服 脸色苍白 旁边还有护士的唠叨 年纪轻轻 喝这么多酒 不为出血才怪 看到我 江一的表情从不感知信 慢慢转化为惊喜 最后拔掉针管 直直朝我跑来 身子带着失而复得的颤动 我伸手紧紧回抱住他 江一 我来实现你的生日愿望了